同时草根出身,为何李自成没有成为朱元璋第二,有没有机会? 朱元璋,李自成两个人都是草根出身李自成,做过农民一族士兵,而朱元璋比李自成更穷几乎无力追之地,甚至连个像样的名字,也没有做过和尚刘敏及士兵, 但最后朱元璋却做了皇帝,鉴定了明朝三百年的姬业儿李自,成只做了几天皇帝最后被农民所杀二人出身相似,却为何结局迥异呢? 个人素质与志向的差距,信格决定命运朱元璋不仅勇武善战,善了人才,而且富于谋略,目光远大, 他先是安于做小明王的手下发展自,己势力并不出风头,当他打扮实力远比自己强得多, 得陈有良与张是成师梅,有得意忘形而是继续稳扎稳打,高修强,广积良,缓称王,朱元璋明白,自己是要成就一番事业的。 而不是小夫即安已至在明朝建立之后,他仍然非常勤劳,堪称当年的劳动魔, 犯对自己的子民官员除外,也是爱护有家他明白他要建立的是一个强大的帝国而不是成为一个土财主, 反观李自成虽然个人也是有才能的,但目光总嫌短浅, 李自成曾经说过一句话,陕屋之故乡也富贵必归故乡,即实验卫族一一喜安。 以至于在北京城下,还只是想跟皇帝讨个王位, 玉阁西北一带赤命封王,并靠军引百万退守河南受封后愿意朝廷内恶群贼外治疗审但不奉赵如敬, 在稍有所成就的时候就开始贪图享乐,甚至是有些交恨尤其是在公辱北京之后竟然纵容不下抢略难道, 就不知道这些人民已经成为自己的子民了吗? 李自成,刘冬敏,宋献策,牛金星还有一些侏儒,不沾腻,三只手, 要的番等人牛金星是个举,人送献策是个道士,刘冬敏,是个蒙汉李延有政治远见但受排挤载人, 财上李自成已经输了朱元璋,之所以有这么多人才不仅是他李贤下舍还于盟员统治政策有官员朝统治者, 出于多种原因十分排斥汉族人进入其政治权力中心, 从科举考试就可以看出来,在近一个世纪的统治中, 元朝举行了十六次科举考试, 好众进士的只有1139人, 并且进入朝堂的汉族人也不受待见, 这就阻刺了汉人知识分子的近身之路, 那一余盟员的愚蠢朱元璋, 获得了中国历史上农民军中最强大的人才储备李自成, 就没有这么好运了, 科举考试把人才都吸引到了政府一边, 天下英雄进入湖中, 有名一代数得出的名臣, 差不多都是科举出身跟着李自成的也就是赤杀, 犯的流明了使用民心, 上的差距朱元璋领导下的起义很大程度上是民族斗争, 蒙元在中国的统治是非常残暴的实行等级制度, 有很多汉人听闻的法令队与汉族人的羞辱时间长达百年态度极其热烈人民深受歧骨, 朱元璋记起了, 恢复中华的大旗代表汉族反对盟员的民族压迫, 在仇恨的趋势下议均荣, 有了极其顽强的作战意志, 也得到了人民的广泛拥护朱元璋成为汉民族的英, 雄李自成反的是冥王朝, 他代表的仅仅是受灾区的底层贫苦人民, 虽然他的即成功推翻了腐朽的冥王朝, 但并没有给人民带来幸福的生活。 他们对统治阶层并非刻骨铭心的仇恨更多的是嫉妒, 造反也是为了当地主他们一旦成功就封喉败下, 与肉人民民心尽失, 他也没有充分利用反抗满清的民族情绪, 反而被满清以替崇祯报仇为名趁机夺了天下再者, 李自成的命也不好朱元璋对付的誓言, 莫已经享受惯了的蒙古人儿李自成的时代。 面对的是兵强马壮志吞天下的女真人战斗力, 与根据地的差距朱元璋起兵的地区, 位于江南经过长时间的发展生产力水平很高加上, 广基梁高筑强缓称王的政治策略使朱元璋, 获得了一个稳固的后方朱元璋挥下的军队是经过战火洗礼, 十分强患的无论是毛尘战将还是军队的作战水平, 后勤补给都十分优秀并且在北伐以前朱元璋已经建立了完备的政治体系位接管权, 国政权打下了坚实基础里自成起义, 爆发在一时无际, 物资匮乏的地区活动范围不是陕西、山西等土地, 贫瘠的省份就是像河南那样的灾区家底吉保, 而在与官军的拉锯战中, 也很难建立一块稳固的根据地, 历自成多次被官军围剿。